变了这个我心里头有些郁闷 但是我不排除是由我自己年老 这个我还正想跟你探讨一下 我看也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又感觉到他导演 他有一个琢磨 他怎么琢磨呢 他又琢磨他说这玩意要是真是说 为了某种意牺牲自己的孩子 这照今天的价值观 主流价值观 你好比你发现有些好莱坞电影 哪怕是美国总统 你都不能随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也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 他会觉得这能接受吗 于是呢 但是呢 他这么改的这个招啊 我觉得也不咋地 为什么你也不能说变成一偶然 是搞错了 然后承受了一个命运 一不小心碰成一个英雄了 没错 这个好像 这个争论好像我这个电影我没看 但是前几年也有两版 那个不同的肇事孤儿的舞台话剧 好像也有改动 我忘了是田庆新的那个呢 还是那个林兆华那一版 他就是说把这个肇事孤儿活下来要报仇这一点 这也是导演自己觉得从现代人的角度 他不赞成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表述的这么强烈 最后他就改成就是孤儿长大了 不报仇了 对 就算了 后来后来被调削来报仇的 是这样子 所以这 而且还成了他的义子了 还成了他的义子了 还成了那个那个就是图案母的义子了 嗯 所以那照您觉得如果今天拍这个肇事孤儿 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 应该忠实于 这个这个我也不敢说呀 因为我我管那么多事 但是我就说我有这种心情 作为观众有这些心情 我没有建议 我也没有批评 但是我有心情 心情呢使我感到不安 对看这个肇事孤儿 可是看这《红楼梦》呢 甭管他成功不成功 我并没有什么不安 是不是各路人马现在有这趋势 这中国可是喜欢起哄 比如说一干什么 我这都到处集合资金呢 对 想跟你玩大的 没错 是不是 我把东周列国再拍一遍 对 我觉得说实话 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的那个最著名的 就国宝籍的文学经典 还是都很正宗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奥斯丁的这个《傲慢与天见》吧 他这个BBC自己拍的那个电视剧 就是比较的中规中矩 他符合那个最主流的 比如英国人的脑子里的那个奥斯丁的 而到了别的 就比如好莱坞版的 或者请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拍的 它就不太一样 他就把这人物造型什么的 很多处理他都美国画的也好 还是好莱坞画的也好 为什么战争与和平也有两版吗 也是俄国人那版拍的更加的重视于感觉 好莱坞的不太一样 安娜卡列尼亚是四人帮刚倒的时候 那时候中苏观也非常紧张 当时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电视剧 是美国人拍的安娜卡列尼亚 可是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但是苏联人非常反感 他反感对不对 咱们的另说 但是苏联人呢 俄国人呢 他对安娜卡列尼亚呢 他有一种神圣感 他就说这个安娜卡列尼亚 你不能随便说 拉一个长得没青木秀的 就可以当安娜卡列尼亚 你的气质 你的举动 都得显示出俄罗斯的这个 最高雅的那一面 最美好的那一面 所以你说的这个心情 就和刚才你讲奥斯丁的 傲慢偏见一样 他有这种心情 但是您这个都让我想起 就是说古典的经典的 如果现在要传播 要翻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 他还有一个就是价值观的 这种变化的问题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 就说是肇事棍也好 你看到比如说 咱们说过去拍的很多皇帝戏 清宫戏 那么也有人说 如果都播这玩意儿 这不就是办公室政治 尔虞我诈 就搞全数 对吧 那么后来就又有人讲 你说四大名著 三国演绎 这个东西都是玩的这种个权谋 甚至说今天的所谓价值观 比如说水浒传 李逵杀个人就砍瓜切菜一般 甚至还吃人肉 对吧 那么你该怎么 确实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表现吗 还是怎么表现 我觉得这国产大片前几年就有过讨论 我自己看什么黄金甲 什么夜宴就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他这些宫廷讹诈到最后死人一片 然后互相吊打一个老人 我看他很不舒服 我觉得他好像是要把元素强调到极度以后 获取最大的观众 实际上他的他这个算计其实错了 你发现所有的在成功主流大片在国际上成功的 他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杀人是错的 正义要战胜邪恶 然后你不能把那个趣味不论是性爱还是什么定的太低 因为主流观众他是不接受这些的 那你怎么显出中国特色呢 我觉得就八个字就是中国元素普世价值 其实我们是应该跟人类的共同的价值 比如热爱生命 比如说正就是你最后还是应该邪不压正等等这些 都应该是一致的呀 不是他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有时候你讲的这个理论上啊 就是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实际上呢 有时候就碰到这个互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赵世霍他最感动人的 实际上是那个就是成英为代表的 这批人的忠实 这个忠实这里头呢 有正面的东西 也有和现在人的价值观不完全相同的东西 那怎么办 但是他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编成这个预句的时候啊 最动人的是什么 就是说成英已经老了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一年能报上仇 成英这种人呢 因为他是以出卖赵世古儿的身份 来保护着赵世古儿的 所以他在家乡啊 没有人理他 认为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所以他说是他在下这雪呀 他在这个田地里走 我就老琢磨这个 可惜我不会学这河南话 河南 河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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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底下人的就在那 就集体在那的民谣 说老成英 老成英 段子孙 段子孙 他是一个不义的人 因为他不讲中义 可是这个段子孙呢 还是说着了 因为他真是为了掩护这个赵世古儿 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了 对 他并不是说是没事 他要为立功 他要交自个儿的儿子 也不是说把儿子交出去 给赵顿赵顿之肉 有一种宿命的悲剧感 宿命的悲剧 但是他有了 他有这个承诺 是不是 他要忠 这个中国的忠的故事 可是多了 不光中国有 外国也有 中国讲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 那你就得 还有 易谱啊 易谱的故事也很多 全世界都有 日本也很多 易犬的故事都很多 就一条狗 为了主人 把自个儿的命搭上了 最后的话 这主人比如翻过室来以后 他先修一个墓 室内他就聊狗的墓 嗯 这个 他有动人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完全往下 就是跟着现在来靠搂 对 这也有点神仙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说 不一定把观众想的太弱智了 太傻了 你比如说我发现日本的导演 你看他拍50道 对了 当年按说这也是比较狭隘的 这个说的好 为了64人 这种武士 主子死了 64个人都不活了 对 你按说他或者动不动就剖腹 他们就是这么拍啊 不是当年 这是当年的事 其实都知道是当年的事 你可以 甚至于你 所以说是 说是看完了 就是如果是原版的赵氏国 而各家把自个儿独生子 就都献给 献给献给老板了 不可能 而且的确也有一个 吃什么药的也不可能 吃了药的也不可能 也有一个就是想 我觉得都他把这个中国的经典都符合普世价之后 但是确实就不是大家都很爱看的 比如说这个吴雨森这个赤壁 你要算他里边的这些元素真的都挺全的 连猪 司马叫什么 这个这个谁 诸葛亮 这 不是 周瑜和谁 这个小乔 是去接生那个 我觉得都是 热爱动物 可是到时候就笑场 你把这些全 全算得齐了吧 最后大家还是不认 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傲慢与偏见 你要按 按现在来说 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是不是 婚姻的话 自由恋爱 这个谁管得了谁啊 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安娜卡丽娜你都站不住 安娜卡丽娜你跟他离婚就完了 我说的还是爱情至上啊 无论到 你看那个 其实那奥斯丁背后都是很冷酷的金钱算计 可是他最后还是给了你一个 最后你看这个最富有的公子 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何希 不是何希 他他爱上的还是不是一个富家女吗 他还是爱上了一个聪明的女子 满足了所有的人的梦想 对吧 这白马王子还是不是势力而不是 古典呢就是古典 历史就是历史 因为咱们还有很多 那么多人都在那活着在那网上说话的也有 报纸上写文章得有 就是三国演义 我早就写过文章 我就说三国演义 我说他是属于前现代的这个英雄 就是他给老百姓没有好处的英雄啊 前现代的英雄 你看中国古代他我觉得他还有那么一种看戏的 他乱世出英雄 演绎的价值观 中国是乱世出英雄 对对对 他讲什么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西洋弘 对 还有这一面 对 还有这一面 超越 超越 也是一种超越 好像你说关云长说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 那百万军的人命都不算什么 算了 哎 为了一个英雄 是吧 这个 哎 他有他另有一种审美 是 是 这个 距离就是没 放的古代了 你都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说 这个 记得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